人间善恶行 顺逆转圆性 这心灵法门 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 想想看 这个心灵法门怎么来的 现在末法时期 就是修一个心 就是修一个灵魂 心灵心灵 就是心的灵魂啊 心想得通 什么都开心 心想不通 什么都难过了 不是心吗 有的人 钱被别人骗了 很难过 心里想想说 嘿 我说不定下个月会有钱的 他也会开心的 他今天一天开心了 他不就是心灵开心了吗 赵本山演的一个小品 不就是说 自己做梦中了六合彩 结果 两个人为了怎样分六合彩 吵起来了 做个梦都会开心半天呢 但结果是 没开悟 二人 吵起来了 其实想开了 不就是心灵活动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要明白 我们活在世界上 对于错 没有什么分别的 对了也是错 错了也是对的 你做对了 夫妻有善缘 如果你不学佛的话 等到夫妻恶缘来时 最后又离婚了 他会想 我当时做了这么多 对他 对家里好的事情 现在想想 我都做错了 早知道这个坏蛋 对我这么不好 我还不如不服侍他 不对他好呢 那你开始为家做事的时候 不是觉得是对的吗 为什么后来又觉得错了 一个小孩子 考不到精英中学 开始时 考不上精英班 妈妈紧张得不得了 哎呀 我做错了 我没对孩子严格要求 接着 对孩子严格要求了 孩子考上精英班了 你不是对的吗 这个世界有什么叫对 有什么叫错啊 你就是烧个菜上来 你这个菜太咸了 盐太多了 多吃点米饭好了 再放点水进去好了 没有对错的 做对做错 只是人间的理论 人间本身都是虚妄 都是空的 有什么对错啊 你们一辈子 做对多少事情 做错多少事情啊 你们现在以为是 对的事情 你们死了之后 更不明白 很多人一辈子 对孩子好 死掉之后 才知道 这个讨债鬼 原来上辈子 是我的谁谁谁啊 我这辈子 还了他一辈子债 我还把他当好人呢 原来 是这么个坏蛋啊 这有做错做对吗 还债啊 因果啊 你们傻得不得了 要明白 没有对错 犹如在一个大会场里面 找不到本性 找不到本性 根 你小猪一个人 觉得自己很胖 再加罗宾 两个人觉得很厉害 如果在万人的大会场 找都找不到你们两个人 比你们胖的人多了 实际上 不是看人的瘦胖 我没有你们强壮啊 这个脑子最灵 最灵的是这个脑子 其他的差点 没关系 手细点就细点吧 这个脑子 是最重要的东西 用脑子来红法 是让人家都喜欢的 是让人家都跟着你 让人家都脱离苦海 你要有这么样一个 智慧脑子 你可以让全世界的人 都脱离苦海 要记住 没有了谁 谁也不存在 一切都是平等 无分别 一个大会堂 几万个人 谁是我 谁是你 谁是他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没有了谁 谁也不存在了 所以一切都是 平等 无差别的 师父讲的这些话 你们都听不懂 就是把自己 看得轻一点 不要把自己 看得这么重 了不起 你是谁啊 大海里的一滴水 离开海 马上干枯 马上没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要 真心实修 清除一切 孽障和恶习 真心实修 一切都要真的 磕头 也是真的 念经也要真的 不能假的 不要以为 到这里 来做秀啊 所以要记住 要启发 本初的妙诀 什么叫妙诀 人之初 性本善 善良的人 他就有妙法 他就有觉悟 善良的人 他能够看到很多 事物的真实性 不善良的人 他就不能看到 事物的本质 所以要明白 因为妙诀 就是妙法 有方法 就能觉悟 觉悟了 就有方法 所以 任何事物 都是两方面的 自觉觉它 觉悟 要觉悟到究竟 也就是说 我今天明白了 我就索性 明白到底了 我今天到人间来 我就是来受苦的 我已经明白到底了 我知道 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跟大家一样 我就好好地珍惜这个世界 珍惜这个人间 我就好好地帮助人家 我觉悟到底了 这就叫 觉悟的究竟 到底了 就是究竟 所以要懂道理 要明白 要学会守住自己的情绪 师父给你们讲的 都是真的 自己的情绪 一定要控制好 要守得住 今天我不开心了 我不应该不开心啊 我想通了 我想明白了 我就究竟了 今天我不开心了 但我觉悟了 就不再不开心 再不开心 说不定出事了 今天情绪不好 可能马上要出事了 我担心啊 但马上控制情绪 我不要紧 我没有观世音菩萨 今天很难过 不要太难过 难过的事情 一定会过去的 说不定 还有转机呢 就不难过了 这叫控制自己的情绪 脸上做出来的人 都是控制不好 自己的情绪 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要靠一种修养的 要靠理解 明白 究竟 要疏解一切 不如意的情绪 今天在家里不开心了 你怎么样把它疏解 舒缓掉 今天家里不开心了 我去借一盘露像带看看 不跟它吵 今天我吃得不开心了 到外面去吃一顿吧 又花不了几个钱 今天我情绪控制不住了 觉得天天在家里 做得很厌倦了 就到外面去走一走 看一看 有时候去看看商品 也很开心啊 买不起 看一看 至少也是保了眼福啊 心里调急啊 去看看大海 也很好的 真的 你们知道碰杯怎么来的吗 在酒席上 眼睛看着这么多菜 五颜六色 眼福饱了 鼻子闻到这么多香的东西 鼻子舒服了 嘴巴吃了 口服也饱了 就剩这个耳朵 没有感觉 干杯 叮叮当当的 耳朵听着又舒服了 实际上 人要学会疏解自己的情绪 我知道我的情绪 哪个地方不好 我要控制住 要学会疏导自己 不能够钻在里面 要疏解一切不如意的情绪 日常生活中 不要让情绪影响到自己 最后 用佛法来顺着加持 就能解脱 用佛法来加持 有顺的 有腻的 没听到过吧 你好的时候 菩萨加持 越来越好 你在逆境的时候 菩萨给你加持 越加持 越好 实际上 加持有两种 好的时候 很开心 菩萨给你阳光 你越来越开心 你不好了 想靠菩萨加持 是慢慢地转变 顺境 逆境 都得到菩萨的加持 所以 如果遇到逆转圆性 这是师父 在写提纲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告诉的 叫逆转圆性 就是把逆的 不好的东西 逆反的东西 把它转过来 圆是什么 它本来就是 不好的东西 你把它转过来 成为一个圆 叫随圆的圆 它里面 有一种性 就是圆的性 实际上 圆分 它是有性的 比方说 善的圆 有什么性啊 善圆走三年 走五年 恶圆走三年 走五年 它要换 这就叫圆性 你的圆性 坚持一下 两三年就过了 念念经 说不定 一两年就过了 我拼命地做功德 放生 说不定没有了 这就是 逆转圆性 要懂得新的转换 一个新 刚刚很不开心 一会儿就变成开心了 所以 很多人这会儿 很不开心 突然之间 又笑起来了 哈哈 这个人 怎么回事啊 刚刚还不开心 一会儿就笑了 实际上 他是转心了 换一种思维 来想问题 想通了 就是 逆转圆性 顺着善思维 来随你的圆 就能得到你的性 就是善性 家里实在不开心的时候 叫他笑 他笑不出来的 难过啊 如果你一会儿 就笑得出来 你就是放得开的人 就是掌握了 逆转圆性 这个方法 吵架 打了 板凳都扔过去了 你笑呀 苦笑 笑不出来 笑人生 就是这样开始 转 就是克制自己 转 就是看穿人的裂根性 才笑得出来 看不穿 就不会笑 当然就不会化解 所以 欲顺 不要太欢喜 遇到逆境 也不要太难过 不好的时候 不要太难过 好的时候 也不要太高兴 哎呀 好的时候 不得了 这个世界 为我所造 不好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 无路可走了 绝望了 这就是 蹲下去 蚂蚁一大片 站起来 蚂蚁 一个都不见 请用善心 善念 善做 去克服恶念 恶意 恶行 真正成为一个 能转换命运的 修行人 最后 能上去了 就是转换了 你的命运 灯高 才能远望 智慧 才能克障 好了 师父今天 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